哈囉大家好 我是黑皮 歡迎來到交通吧 高雄屏東間 通勤兩岸的台88線快速公路 去高雄市往來平安地區的主要道路 未前車流量已經呈現保留的狀態 根據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2013年的統計 每天台88線的車流量 竟然高達42800多輛 雖然橋下有替代的188線道 但也早已無法負荷龐大的往來車流 而且台88線的路間狹小 車輛無法行駛路間 一旦發生嚴重的車禍 就會出現上面塞下面也塞的窘況 而屏東市區所在的平北地區 長期以來僅能依賴一條台一線高坪大橋連接高雄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餘的替代道路 早就不堪負荷 因此屏東線在2011年 辦理屏東線屏東市交通路網整體規劃可行性評估時 就已經提出批件連接國道7號 與國道3號之間的東西向快速公路 屏東市公所提出第一期與台一線以高架方式貢獻 在高坪大橋的路段使用橋體中間預留的路廊 接取新批路廊抵達國道3號 在屏東線的積極爭取下 2013年公路總局啟動高坪第二快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 研究後認為國道1號、國道3號與國道7號 均屬南北向高快速公路 但是在台88線以北 卻沒有半條東西向快速公路 因此開始辦理第二快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 當時初步提出在屏東市之南的A區 與位在屏東市北側B區兩區的路廊 並各自嚴選了數條路線 2014年10月 評估以高雄人武區到屏東長治鄉的B丸路廊最佳 B丸路廊大致是以國道10號為起點 抵達台29線後 會以橋樑形勢跨過高坪溪 接著以地下道形勢穿越屏東機場的滑青道 出土後跨過台3線 最後在國道3號抵達高坪2塊的終點 但是路線以地下道的形勢貫穿屏東機場 遭到國防部堅決的反對 導致全案因此而卡關 後來屏東縣政府在2017年時建議 讓路線改成沿著屏東機場北側行走 行政院後續便在2018年8月 核定可行性研究 然而北移後的路廊 仍然會穿過高坪溪的藍河宴及大樹營區 評估後認為不容易通過環坪 所以又把路線再往北偏折 並依應高雄市政府的要求 把高坪2塊的起點從原本的國道10號 延長到高鐵站旁 不過路線不斷的北移調整 加上往高雄市區向西延伸 所擴增的大量徵收費用 導致建設經費 從最初預估的300億 暴增到642億 修正獲得高坪2塊路廊 起於高鐵路路口附近 接著在國道1號的交會處 設置系統交流道 然後在巴德2路設置紮道 接著會以國道10號 設有人武系統交流道銜接 然而此路段的路廊 穿過人武工業區與大量民宅 地方有一定的反彈聲浪 而且所需面對的徵收費用龐大 會是高坪2塊未來推動的阻力之一 而且人武系統交流道 除了原本國道10號的車流之外 國道7號的起點也預計會從這邊開始 未來搭配高坪2塊的加入 此處的規劃恐怕需再檢討 以免引入的車流量過多 造成各高快速公路癱瘓的情況 接著路線開始往北偏折 然後在一大二路設置交流道後 以隧道形式穿過大樹丘陵區 接著為了陰性丘陵區的地形 而才路提路欠的形式施坐 並在台29線設置台29交流道 穿過高坪溪後 在台3線設置交流道 最後設置系統交流道 銜接國道3號 高坪2塊全長22.8公里 設有8速的交流道 總建設經費約為642.8億元 完工後 預計會編入省道快速公路的紅盾牌 進行編號 全線以雙向4車道進行設計 總路寬為22.8公尺 主線的設計時速為90公里 扎道的設計時速則為40-60公里 會在結構中預留給高鐵延伸的位置 高坪2塊也在台1線保和的情況下 具備高需求性 而且完工後 預估高鐵站到屏東 可減省20分鐘的車程 比高鐵延伸屏東 節省輸不到18分還多 然而高達640多億的龐大經費 將成為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龐大負擔 而且在2015年政府修法後 規定誰要興建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 都必須進入二階段環評 因此即使高坪2塊的可行性已經通過 未來還是需要面對不知道要卡關多久的二階段環評程序 搭配45年的公期時間 預計最快要在2032年左右才能完工 不過在中央跟地方的強烈支持下 所以高坪2塊的規劃進度仍然不斷向前推進 未來沉岸的區域高 尤其根據公路總局的統計 全台車有輛最大的快速公路 台88線名列全台第一 同時全台大貨車、全連結車、半連結車 最大的路段都在台88線 在分流重車上 高坪2塊同時具備高度的重要性 然而等待高坪2塊的完工 中間還需十多年的時間 勢必要有其餘的改善方式 來紓解高坪之間的交通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身後所有在高雄 有評論的朋友們吧 讓他們知道高坪2塊的詳細工程資訊 那最後呢 也可以去發到我的IG 才不會落酒的新片資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說實話 消失落 4 7 6 8 8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